就是巴黎島風 這不是廢話嗎 狗狗狗 他把我叫醒我就把你叫醒 這是什麼 你免治功能是這樣子的喔 你越來開箱 今天要開箱的就是 在我們巴黎島 Haiya Regency Party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嗎 因為現在的時間已經偏下午了 所以可能有點暗 可是你可以看 這四周我轉一圈囉 全部都是植物 再加上你看那個大廳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在巴黎島 才可以這樣子耶 因為其他地方沒辦法大成這樣啊 我根本就像是來到一個那個 森林保護區 全部都是植物 而且到處都有我很喜歡的雞蛋花 那我們現在呢要去check in 然後淋了房間之後 我們就來開開看 看看裡面到底有多厲害 飯店開箱來到了房門口 欸那好 房門口 你一個人要幾張 三張 因為一張插上面 然後另外一張就是出去進來的時候 然後再一張就是紀念這樣 因為他們現在這種房卡 好像都會讓我們帶走 可以 當成是紀念品 是不是很棒 而且是木頭的喔 現在呢要來開箱的這間呢 就是家庭的一個套房 所以它其實可以住到三個人 甚至是如果你可以加床的話 可能還可以住到四五個人 我真的都覺得沒問題喔 刷一下囉 打擾囉 驚喜還是驚嚇呢 完完全全就是巴黎島風 這不是廢話嗎 而且你看 它這個桌子 就是可以吃東西耶 你知道為什麼我現在對於桌子 覺得可以吃東西很棒嗎 請看香港那一集 香港到底多虐待你啦 我只有一張椅子可以讓我放東西 你們看這一張沙發 比我香港的床還要大 還要寬 我那一次 我那一個只有這樣而已 這邊到這邊而已 而且我那時候這邊還有一根柱子 我真的在那邊受傷很重耶 但我不是說香港不好喔 因為每間飯店它有不同的風格 所以就只是我們在做一個評比 就讓大家選自己適合的 現在進來這個裡面呢 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然後有一個餐桌 然後也有附一些水果 滿久沒有吃到山竹了 來跟大家科普一下 大家知道我是兒童才出生的嗎 其實我以前差一點知道做山竹哥哥 為什麼 山竹在台上很不有名耶 對 但是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吃山竹 然後他後來被禁止進口 但是我是在被禁止進口之前 我就入行了 然後他們就說 那你喜歡吃什麼水果 就用你喜歡吃的水果來取名 我說 山竹全部的人阻止我 再來呢 這邊有一個陽台 因為巴黎島晚上這邊看出去 他們有什麼夜景所以很黑 所以你晚上就是真的是 譬如說有人抽菸啦 有人幹嘛的啦 他們或許就是在外面這邊 我現在有聽到一些鳥叫聲 真的耶 他們有養那個雞啊 鴨啊什麼的 那你早上會不會叫醒喔 GoGoGo 他把我叫醒我就把你叫醒 要醒 要醒大家一起醒 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mini bar的部分 水 熱水壺 多一個平台 你可以放東西 好 第一個抽屜 咖啡啦 茶啦 開關器啊 都有 你看 有這個耶 香蕉乾 而且這個阿姨看起來 就很會做香蕉乾的臉耶 我超會做香蕉乾的 哇 哇 一點香蕉味都沒有 哇 吃起來也沒有香蕉味 冰箱 他們好像都是這一款冰箱耶 這樣 很多很多喝的 但是目前這樣的話可能都會 都是需要錢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人在巴厘島呢 我覺得他的那個收費跟各方面 我覺得都還算合理 所以呢大家如果真的有口很渴的話 如果沒有用到他們的行政酒廊的話呢 就在這邊喝一喝也是OK的喔 平常不是都會有咖啡膠囊機嗎 對耶 他這是 沒有 他是讓你自己可以泡 我們回歸純樸 咖啡放裡面 然後這樣 好 這個是茶 茶的吧 這泡茶葉 好 我們先打 開完了這個mini bar 我們來先看 他是有煮衛浴跟外面的衛浴 一進門這邊就有一個了 我很喜歡他的水龍頭耶 撞到 我很喜歡他的水龍頭耶 你看 是不是很復古 可是為什麼我覺得你這樣摸 畫面有點 快 快 因為他手感很好啊 怎麼了 那個畫面不對喔 這樣直接被黃標喔 沒有 Youtube審核官員 我是做兒童出身的 我不可能做很奇怪的動作好不好 我是說這個手感真的好 你們以後來住這邊說 一定要記得就是摸一下 肝絲分離 欸很熟悉耶 因為他們的那個洗頭髮的啊 沐浴乳啊什麼 他們都是用這個牌子的 對 我們來看看接下來的另外一個地方 這裡呢 就是可以放行李 這裡啦 然後衣服啦 全部都可以掛這邊 然後他是專門做成一個更衣室這樣 所以你東西裝在裡面的時候 你就是都不會讓外面就是亂亂的 轉過來就是我們的房間 超級大的房間 然後呢這外面有一個陽台 陽台是沙發式的耶 然後床呢很大很大 來我們首先要看的重點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東西 插座 有沒有插座 有 有 有沒有USB 有 然後另外一邊 我喜歡他這一個區塊 就是很寬闊 就是不會說啊這樣子一過來可能就是 直接到了另外一扇門了 他是很開闊的 所以你如果要弄行李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邊用 高級的廁所 就一定會有 沙發 一定會有座位區 不知道為什麼耶 坐真的好舒服喔 你就這樣介紹一圈好了 對啊我就介紹一圈好了 好首先呢在里悅右手邊呢 就是我們的浴缸 浴缸呢你看他那邊很貼心 做了一個你頭可以靠的一個木頭的 所以他整體的風格就是很巴厘島風 然後很SPA風 然後浴缸的大小我覺得也很OK 然後毛巾什麼都已經幫你準備在這邊了 那旁邊那個應該是沐浴缸吧 欸 情書嗎 擦澡的 然後 這邊有兩個 所以呢 家庭式的就很適合 情侶也很適合 就早上你不會搶 就是一人用一個 然後現在呢 看的是 淋浴 欸他們好喜歡做喔 我們不是在淋浴嗎 淋浴為什麼要做 啊 有一些爸爸媽媽阿公阿嬤 可以做 欸他們貼心到翻天欸 然後淋浴的地方都 欸超像電話筒的欸 妳開始知道 喂 喂妳好 本壽的部分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免制功能嗎 妳免制功能是這樣子的喔 還好我剛剛是先關起來的 我會直接抓到臉欸 被反應滿可怕的 喔 喔 欸 這個頭呢 有一點點髒髒的 欸 欸有有有 很像煙蒂欸 有一個煙蒂在幫我洗屁股 這樣我會不敢洗欸 對 但是妳知道我的個性就會 待會兒會拿衛生紙 噴酒精 然後順手幫他擦一擦 我現在看起來 沒有什麼太大的缺點 但這一個小地方 就是我們要多注意 好不好 目前開箱呢 開了百分之七十 總結 目前的小小缺點 進來之後 我們手機的訊號比較弱 所以你可能要連接他們的Wi-Fi 然後第二個是 它的那個馬桶的免制 那個部分 我覺得有一點點髒 但除此之外 我覺得整體來說呢 都是一個很舒適的空間 也沒啥好挑剔的 那其餘的部分 我們就等明天睡起來 再告訴大家囉 吃早餐時間 我們到了每一個飯店呢 都要來吃他們的特色早點 現在呢 我們在這個飯店的下面 可以聽得到這個音樂 這不是我們的背景音樂喔 這個就是旁邊 他們實際上 現場就是有人坐在那邊 然後為我們演奏他們 巴厘島特色的音樂 然後你可以看到 我的右手邊 全部就是一個整個游泳池 大家早上就在這邊游泳 然後遊玩遊上來上岸 直接吃早餐 那他們早餐的種類呢 個人覺得它的種類 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我覺得 有一些東西 是值得你們去挖掘的 你們那天一定沒有挖到這個 因為我也不知道喝起來是什麼味道 然後就自己加一些辣椒醬啊 醬油啊什麼的 然後當然呢也有日本的味噌湯 然後他們也有燒賣 然後這種小的水果碟 然後有一個東西 是我覺得非常棒的 我超愛這個 就是直接幫你剝好 葡萄柚 是葡萄柚吧 還有 柚子吧 柚子 這個很棒耶 幫你剝好的 他們的麵啦 菜啦 還有這個 蝦子 那當然呢 來到巴黎島要吃什麼 各位同學這是什麼 不知道 荔枝跟海膽 哇 好像啦 有人說是荔枝跟海膽耶 好聰明喔 很像 但不是喔 這個是 紅毛丹 然後呢這個是 蛇皮果 我應該沒有講錯 應該沒有 其他的地方 飯店是早餐 不可能有這個吧 好烤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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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香腸 香腸 喔 我覺得色就是它的特色耶 那就不好吃 那就不好吃 真的喔 哇 好烤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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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它好像荔枝喔 它好像荔枝喔 對 它的口感是很小 喔 汁液比較沒有那麼多的荔枝 但是一樣好吃 你怎麼沒有留一口給我嘛 這要怎麼留 來喝一下這個 就是眾多工作人員 絕對沒有一個人去拿的 他們看了會嫌麻煩 不願意去調製它 它就是一攤在那邊 然後有很多東西你要自己調 然後裝進去 對不對 好麻煩 它裡面有很多豆 然後跟雞肉絲 然後有像油條的東西 好 哇 這個不要我相信 蛤 我信咧 真的嗎 為什麼 沒有變要胡你們 再來就是 麵 什麼麵 炒麵嗎 就叫炒麵 印尼炒麵 各位觀眾 其實這是我們第二天 第一天我沒有來吃早餐 然後第一天他們吃完早餐之後 他們就說 因為他們一直沒有去挖掘新東西 要挖掘新東西 抱歉我們懶惰 好 整體評分 只要大家願意去挖掘 這邊的早餐呢 有八分 然後它的優點就是 有很多的水果是你在其他國家吃不到的 所以呢大家來這邊 請努力的每一個小攤子 都勇於嘗試 都拿一點點試試看 那一次不要拿太多 好不好 繼續吃早餐 這一次住完房間之後呢 我們現在又要來開始囉 嚴格的時候到來了 到底有什麼地方 讓我覺得是缺點呢 首先第一點 它裡面的燈 根本就像是在玩魔術方塊一樣 我要開這個燈 另外一個燈會給我亮 然後我關老半天我關不掉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是有一點點 微微的小缺點的地方 其實整體來說我覺得 冷氣可以再冷一點點 因為八一島 畢竟它是一個很熱的地方 所以冷氣的部分我覺得應該還可以再加強 那其餘的呢 我覺得 你們還有 水壓 妳先說 我覺得水壓真的超弱 我洗個頭要洗 沖好久的水 我覺得這樣很浪費 它不如夠有強力的水 讓我一下就沖乾淨 身為男生跟身為女生 我們大家對於這一間飯店呢 的一些缺點的部分 我們的感受有一點不太一樣 但另外一個是我當天去的時候 還記不記得那個免治馬桶 有 當你們離開之後 我拿著我的手 放著衛生紙 噴了酒精 然後把它轉開 然後擦 把它擦擦 盡量擦乾淨 擦得掉喔 幾乎擦得掉 表示 它是真的髒 好噁喔 但我覺得這一點是 可以供給那個飯店的人 他們一個參考啦 因為他們平常看不到那個東西 你要坐在上面 你轉開的時候 你屁股坐折 你也看不到它 因為它一出來 水就會噴了 所以基本上 不會有人特地轉開 讓水在那邊噴 然後還看它乾不乾淨 基本上 我覺得都還在 高水準之上啦 這間飯店 我只打 7.8顆小月月 各個飯店業者 你們想要得到 10顆小月月 歡迎來找我們 我們就去好好的體驗一下 我相信一定有人可以達到 因為我們其實要求也沒有到多高 我們都是一般的民眾的需求 希望能夠達到 大家加油囉 好 那來介紹一下喔 巴黎島呢 總共有12間 嗨亞的旗下 酒店物業 然後有 凱月啦 軍月啦 安達士啦 還有阿里拉的酒店 跟度假村等等 本次旅月呢 入住的就是在 沙努爾區的 凱月酒店 所以呢 馬上要來告訴你們 怎麼樣訂 可以跟我們一樣 用很實惠的價格 住到很大的房間喔 這次呢 採用凱月集團 會員點數5000點 兌換標準一大床的房型 因為擁有高階會籍的關係 抵達時很幸運的 被升等到家庭套房 凱月會員點數 每點價值0.5台幣 5000點相當於台幣2500 可以算是非常的划算喔 大家如果沒有凱月高階會員 也沒有關係 若是直接透過點數兌換套房 也僅需要8000點 相當於台幣4000 套房可以入住三位成人 或是兩大兩小 入住套房也有包括 我們前面提到的 嘉賓圈的權限 可以進入Club 享用免費早餐 下午茶小點 以及晚間的Happy Hours 可以說是很划算 推薦給大家 點數取得的部分 除了住房之外 也可以透過信用卡轉點 或是直接透過官網購買的方式 來獲得 凱月集團每年至少會有兩次 購買點數40%的贈送活動 建議大家如果需要的話呢 一定要跟我們一樣 用非常聰明的方式 然後住到大大的房間喔 歡迎大家也可以入住 Haya旗下的酒店 或許下一次 我們就會在裡面 遇到你了好不好 再次謝謝大家 喜歡李悅Daniel Lee的頻道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飯店開箱的話呢 不要忘記喔 要打開我們的頻道 訂閱按讚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